新女郎黄胜衣家里近豪华!有剧景播播时,碰碰车场,竟然还有私人滑雪场!网民,太夸张了! 自从爸爸去哪儿舞结束了,大家都看不到可爱到不行的小孩,超伤心! 但,粉丝们,不用伤心,因为紧接住的有上周四,三分之二十二,开播的妈妈是超人第三季,今季有大家都很熟悉的恩亨,带住她的妈妈霍斯宴上节目,也有第一季来过的贾静雯,这次她带上年刚出生的小女儿的妞,而节目的看头却落得很少上综艺节目的黄胜, 黄胜衣 黄胜衣2007年与内地富商老公杨子结婚,并在12和17年分别诞下两个儿子杨安迪和杨安林,这次她是带大儿子杨安迪上节目 节目里黄胜衣和安迪形同陌路,在与子女莫迪考试中,100分满分黄胜衣只拿到28分,是妈妈们当中最低的,而问到儿子最爱哪位家人的时候,黄胜衣还以为是自己,自信满满地填上妈妈,却发现儿子安迪爱的是奶奶和弟弟。 原来儿子都是奶奶带大的,节目第一集特意到奶奶徐水老家拍摄,奶奶叫一声杨安迪,安迪马上跑过去跑奶奶,足见二人关系亲密。 但网民摩擦力很强地发现奶奶的家超级豪华,饭厅楼高市米,桌子足以供应三十多人同台吃饭,这还不算夸张。 奶奶对安迪分外逆宠,知道她喜欢滑雪,就在家旁边建一个滑雪场,安迪喜欢在外玩,奶奶就在家建个游乐场给她,里面有剧情播播时,各款机动游戏,看住安迪在家里开心玩住碰碰车的模样,网民个个都问奶奶还缺孙子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